亞洲領先的科技和技術解決方案供應商之一 JTH Group 立足亞洲各主要商業樓樓 目標是支援當地企業和政府機構等 協助他們提升表現 除了香港 JTH Group在北京、上海、澳門和新加坡等地 都設有辦事處 一共有大約2,800個員工 員工人數更多 而且遍佈在不同地方 或拉近員工的距離 JTH Group近日就推出了遊戲化平台 At One Place 員工只需要安裝應用程式 就可以隨時隨地和同事 甚至管理層交流 我們使用這個方式 去互相交流 它有各種有趣的功能 你可欣賞同事 當你覺得他或他做得特別好 已經不 pumped 我跟 attending 同事部的行動 有很多時間的行動 方式發布了 大陸有 Fujmag 某些日的行動 或是大家做到合適地 而是想交流 在其他組織 他們做得很窩心 這個 App 有六大主題 其中 News Flash 就是給管理層或部門主管 向同事分享新消息 員工也可以在 Happy Moment 頁面 分享日常的工作或生活照 和同事分享生活中的開心時刻 而新加入公司的同事 就可以在 People On Board 頁面 上載照片和自我介紹 讓其他同事盡快認識自己 融入公司成為一份子 新的員工更可以得到 一副 VR 虛擬食景眼鏡 看公司製作的 VR 三目零影片 很多時的想法可以建立出來 不單是同事和管理層或老闆的互通 其實很多時的想法就是 可能香港有同事想到這件事 馬來西亞原來有同事都在做那件事 大家可不可以互通得到呢 我們希望透過一個這樣的平台 都可以給同事與同事之間 都多些互通 除了資訊科技高速發展 IT界更加是求財弱渴 企業要留財也要下不少功夫 這兩年我們在做很多這方面的工作 譬如說我們的工作環境 怎樣令到同事在工作上 他們都覺得 不是一個這麼黑板 一個這麼死板的地方 是一個比較開放 一個我們是給大家一個空間 給大家發展的地方 當然我們亦都有一些人才的互通 和不同的辦公室 我們的同事是可以互通互動 再加上就是一些 internal transfer 希望同事都覺得 我不用出去找其他要發展的機會 其實我們內部已經有這些提供 而資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想在IT界發展 企業和員工又應該怎樣面對挑戰呢 在一個業界像是IT 或系統共產業 一直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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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挑戰 因為他們的技術 需要改變 時間的技術 我們需要鼓勵 我們的工作人員 去看這些挑戰 去看這些機會 去看他們的機會 去掌握他們 去嘗試事情 對年輕人來說 我覺得如果要入行 最重要是說我的態度 肯不肯學 肯不肯試 對IT這個行業 其實有沒有一個熱誠在那裡 這是最重要 為了配合業務發展需要 JTH Group在大數據 網絡安全等範疇 正是廣立各方人才 JTH Group的管理層說 如果想加入公司 最重要有願意學習的心 敢於面對每日的新挑戰